Go 香港有没有好好的科学家 有没有好好的实业家 有没有好好的创造者 有 但是领导者是垃圾 创新科技基金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机构 如果他里面那些人可以提供我进去做 他能够令我服从你的 我愿意立即进去帮忙 免费帮香港推动科技 但是我觉得创新科技局 没有一个人令我觉得我应该帮你服务 同样的道理 香港有很多聪明的人 聪明过我都有 他们一样是有相同的项目 上高的垃圾 我怎样值得我的资源去帮垃圾 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好的领导人 他吸引一群精英去做 吸引到那些什么人呢 只是一群最差的垃圾 帮一堆垃圾 推人一些垃圾的精神 简单来说 由头到尾都是垃圾 你可能说 你谈过你很聪明吗 不是 我只是给一个很简单的挑战 香港人们的东西 我想到一个方法 将一百万个口罩 全部派给全香港的基层 你告诉我 你的方法 我再告诉你 我的方法 看谁可以在三天内做完 我是用一个实事的方法 我最欣赏 就是一个人 可以像我那样 跟我的身体去实践 那个愿望 或者实践的实业 究竟他真确是什么 不要跟我说 坐在办公室那里 拿起一些不等的东西 我们会尽力去做 我们有足够资源去做 我们有信心去做 这些东西 小孩都会说的 刚刚我会很勤力读书 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考第一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世界是需要一样的 一个领袖 告诉别人 我们什么时候 会做好这一件事 给自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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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说我们会尽力去做 尽力去做 尽力去做是没有说过 做人 做领袖 要quantitative 而不是quantitative 如果连这两个字都不识分 帮你读一下 香港政府其实是 不找我 进去里面帮忙做的 我说 No 我说为什么 我说你这些人全部时间都可以 全都不行 不用问我 我说如果你是想我帮你做 可以 你给全门的控制权 我叫你这些人跟我做什么 我不懂的话 我会立即将我的任务 找个专家来 十日内 或者五日内 三日内 给你的想法 给我们讨论 专家和专家 我看着你们互插 插完之后 我拿到最后的方法 我不是专家 但是我知道你们专家 互互相插 插完之后 就最好 我会这样做 我就是这么招职 因为我从小时 读书都是 我读书是罪打的 由于是罪打 我现在就知道 由罪打变叻 中间差些什么 其他人读书做得好 从头到头考第一 是没有用的 地铁票也不会用 估计 估计 我们的DIY口罩 这么快的动作 没有一个政府的人来 保障 当然我现在不想他做 你不要搞我 我现在做好地铁 你不要搞我 政府一走来 你没有人帮我做 但是你想不想了一件事 我们做得这么快 是为什么 我们要把心去做 我每天 把我们不同的物料 带着 一直在继续做 看什么时候自己会很辛苦 然后试到哪个物料 我们可以用来做测试 香港政府里面 有没有人做这件事 只是相信自己的 CSI口罩是最好的 简单来说 就是最骯髒的口罩 其实我没有打算要DIY 大概在疫情 最早期 香港没有人留意的时候 在12月 其实已经有人通知我 阿sir 不如你说一下 香港人要戴口罩 所以我大概12月 就已经说 口罩够港暗 但是当时 没有人会怀疑这个问题 我开始在1月的时候 就觉得有机会 会流到来香港 当时我有些专家的朋友 警告我 阿sir 你真的要警告市民 一定要戴口罩 同时 我因为这个口罩问题 我已经立刻 找有没有朋友 在香港有兴趣做口罩 当时我已经立刻 在我Facebook里说 有兴趣做口罩 那些请你找我 我说我会有方法 帮助你 当时就会有其他不同的 就说我会有技巧 帮助你 投资高调 但你还 werde用 帮助他 传统最高调 但如果他还没说 那之前 其實原料不是沒有,是在短期上升得太快 因為原料有三層 三層裡面,頭那層和尾那層,即是向街那層 最外那層,是普通的類似不織布的問題 即是我們說的環保袋那些物料 裡面那層也是,中間那層就叫淚芯 在二月初的時候,這三層加起來 每一個的成本,最多都是2毫子 在二月中已經差不多六毫子 而尾呢,每個都一元 當這個問題有,我不要緊,我願意給你一元 你成本那些一元,加上那些鐵線,那些避線 加上那些包裝那些紙,全部加上那些 好,當去過三,都賣得到的 過三個就好,你五十個都是七十元之內 那我覺得都要做 好了,答案就出現了 那我去到大概七八毫 我們發現到我就算下訂單都沒有用 我給現金都沒有用 他都跟你說,我都不敢儘管 直至疫情一直緊張的時候 大陸的所有貨員 都沒有一種正常的同意 當時我就想,有沒有需要開始第二個計劃 就是Plan C 當時在我Plan A,Plan B的同時 我就approach了香港的公司 看看有沒有一間公司 可以做到中間的公司 我發現原來香港是沒有的 所以只能夠把現成有得改良的公司 即是一些材料 改良成口罩 當時我就approach了一間公司 就是做冷氣機的過濾網 這裏有些誤會 可能讀者會以為 冷氣機的過濾網是普通的 其實我們有兩種 一種冷氣機的過濾網 就是我們私人的冷氣機 是普通的 放在冷氣機的隔層網前面 讓它增加效能力 另一種不是的 另一種是高科技 裡面的商場 或者醫管局的單位 是需要一些 例如附華房 進入空氣 那些空氣可能有些細菌病毒 那些我們叫HEPA 即是很高的過濾 即什麼都過濾了 大概2月7、8日 就問他們談 可不可以跟我做中間那一層 我給你一個目標 放到2元一張 我們會大量採購 結果他們跟我說 4元一張 我說不行 你可不可以降低這個水準 但腦部都沒有用 即是不太不便 因為過濾網中間牽涉的叫Lando Filter 是一些Lando Filter 這Fiber是很幼的 就是纖紋 那麼Lando的纖紋 越幼 越塑 越幼遠 跟越幼遠 越密 過濾又越不一樣 如果過濾越一點 過濾又會很高 但是它仍然不會阻礙空氣 因為它很幼 就是那空氣可以跌下跌下跌 但是那些髒的東西 這個東西都過了 我告訴妳 這樣 我把水準降低 我只能够做到N95,可以做到N95,可以做到N99,可以做到N99, 我说我不是要这么高,你能够给80,90给我,都可以,我要成功强定 结果,跟他聊了一大会,就可以降到N99,可以降到N99, 我说我不是要那么高,你能够给80,90给我,都可以,我要成功强定 我跟厂经说,我已经给你降到N99,你做不做呢?我帮你帮你拿到N99, 当时很多厂商就举个赞成,我都要购买了,我说不是购买了, 你原本的口罩成本加起来都是过几,你现在只加一张,就是2元, 你会想清楚,是2元,你会想清楚,又是,加起来,可能3元一个口罩, 批法价3元一个,拿出来买8-5元,我就买了, 你会想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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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想清楚,你会想清楚,你会想清楚,我会想清楚, 但是到了N99,我发觉不行,原来连外面那两层, 最外的那一层,和中间那一层,都没有, 简单来说,可以让你知道的差异, 当时是2万人民币一吨,就是外面那一吨, 后来现在是几万人民币一吨, 中间那一吨,开头是大概6万人民币一吨, 现在是30多万人民币一吨, 现在可能到今天都不知道, 即是说,你会看到,不是很乐, 但是由于中间那一层,香港是自己有的, 上边和底下那一层是没有的, 那我就想一下,如何利用到中间那一层, 当时我说,这个就是Pensy, 开始了, 然后9号的时候,我在Facebook上就给了一个要求, 我说我现在希望,有设计师, 有设计车东西的,有时装的人,有兴趣, 就跟我聊, 我就不可以说我是一个很厉害的, 做生意的人, 但是我是一个看得很远的人, 即是一样东西未发生之前, 我已经看完可以走的所有的事情, 那我就要设计车,设计设计,设计师装的人, 我说你和Organist, 在12月后我就借了一个地方, 可能我们也有研究, 找了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就很开心, 那我们找了这些版人, 就在一起,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要告证, 我第一件事要明白, 我说我不是给他请你, 你们来做, 是预复的事情, 但是我说我呢, 我要绝对你们信我, 我说我给三个钟段时间, 我们三个钟段时间之后, 有个完成品, 几个要求, 第一, 我要求是一个口罩, 它中间的雷芯是可以换得, 但是换得之后, 那雷芯要保证遮瑕所有的东西, 用家是要知道那雷芯遮瑕所有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 我是要能够绑得很实的, 第三个要求, 我需要, 那口罩很英俊, 那口罩很英俊, 第三个要求, 符合了这三个要求的人, 一小钟后, 拍第一批药, 换出了你, 我最后选了一个, 我选了一个, 我选了一个, 是最容易做的, 我真的做了最容易做的, 我做了最容易做的, 我做了最容易做的, 但当时未解决的是什么呢, 就是绑绳的难道的问题, 还有一个淋芯的问题, 但是由于, 我们在星期三那天, 已经做了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就有本钱, 去星期四那天, 有一个淋芯公司去谈, 我做任何东西, 做这个计划, 我好像在打仗那样, 结果怎样呢, 我星期三那天, 就拿了这件东西, 还有几个这些东西, 就去淋芯厂, 就叫他们, 将他们的淋芯, 放下来, 试给他们看, 全程带着他们去, 来做开门, 结果, 看完我们的示范表演之后, 发觉这个产品很完美, 很英俊, 他们愿意投策, 星期四那天下午, 我已经立即去找发行商, 哪些有兴趣的发行商, 我有个项目在那里, 我要求是什么呢, 你一元都不要赚, 你香港时代有的, 但是你赚了什么呢, 你赚了, 多了人口, 我现在零售业金弱, 你多了我这个, 你会好着手, 结果怎样呢, 当然赚成了, 我立即跟雷心炒, 我要下星期二, 你给到那些雷心我, 我说下星期一, 我会去设计地方, 做 press conference, 所有跟我合作的partner都说, 阿sir,你是不是傻的, 你什么都没有, 你这么快就做 press conference, 我说不是, 我说我已经有了所有东西, 现在行的东西跟我估计一模一样, 那PR公司我找到之后, 其实我再找到一个PR公司, 有两家, 知道他会反感, 但因为我做事, 我一定要有PanB, 我绝对不会就是一个选择的, 没有的, 我一定要有PanB, 因为有PanB, 保证不会死, 也保证不能放弃, 当时我星期一说了之后, 接着我第一时间, 就立即再找不同种类的人, 不同种类的人, 包括什么呢? 日本的翻译, 这是第一个, 我一定要找日本翻译, 要找两个, 中文普通话翻译, 两个, 英文翻译, 包括我们, 你突然不会有一家日本的传媒, 去访问一个不知道什么的 press conference, 不会有什么资源和浪费, 日本人里面有KOM, 我回答路找了李慧, 日本大放送, 其实我是他的粉丝, 回答他来了, 他原来都跟着我的姿势, 大家都是对方的粉丝, 就行了, 我搞定了, 有了李慧帮忙, 日本传媒会会自动出现, 当然那天没有, 但是我刚刚和前天搞定了几个日本传媒, 当时他们都是明明一样, 为什么要去日本传媒呢? 全球戴口罩的热潮, 会随着疫情没有了, 而没有了的, 即是说疫情没有了之后, 口罩的价值, 就是零, 怎样能令口罩可以sustain下去呢? 你要想一个国家, 是需要口罩的, 就是日本和欧美, 日本和欧美, 在花粉截的季节, 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我说就是这个原因, 我要去日本了, 接着你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我要有时装设计的元素, 如果你现在看我的Facebook, 你会发现, 全部都是跟着这个邏輯, 如果你一看我的Facebook, 你会看到, 那些口罩都很漂亮, 是我一开波, 就是想这样的, 所以, 连日本的传媒都说, 你可以想到这一点, 你会很深入, 我说当然了, 我一早做的时候, 我设计了这个方法, 但是, 还有一些technical的事情, 还未解决, 就是怎样能令口罩, 可以在医护上, 有信心的, 原来, 我们这个口罩的设计很简单, 就是一个袋, 简单来说, 好像一条泳裤, 有两个孔, 这个就是负责, 设计的时候, 我有个毛利的要求, 我说一定要有两个孔, 一定要这样的, 他们觉得, 做什么呢? 原来, 我们平时, 有很多DIY口罩, 在未有这个Hong Kong Mask之前, 太多DIY口罩, 全部DIY口罩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一个可以换身, 跟我们一样, 没需要用这个, 人们都有, 但原来, 那些换身是很轮盡的, 他们怎么做呢? 当我现在手上的纸, 就是一个, surgical mask, 在网上的DIY口罩, 一种做法是怎样呢? 就是将这个surgical mask, 就带下去, 一个DIY口罩里, 就让它surgical mask, 没有那么骯髒, 就在上面, 好了, 这里是当做的, 但是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口罩的面积, 和surgical mask的面积是unmatched, 永远有一部分走光的, 这就不能够做到, 我们的要求里面其一部分, 穿过口罩的filter的空气, 就是穿过口罩的空气, 即是说, 如果这些普通的DIY口罩, 穿过口罩的空气, 可能在上面, 在側面, 但是穿过filter的空气, 在中间, 但是空气未必穿过中间, 可能在側面, 就是这个口罩没有用的, 这个就是DIY口罩的决定,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设计到, 我们需要的口罩, 是可以带的, 当我现在这张纸, 因为那张厨房纸巾, 是比较大的, 我剪到的大小, 是符合到我们的口罩内容, 一会再讲, 那厨房纸巾, 究竟是有什么significency, 在这个project里面, 这个DIY口罩, 当我现在这个, 我叫女心, 你不要理这个女心, 我拿多少钱, 当这个女心, 那我们DIY口罩的特色, 我这个Hong Kong Mask, 和其他不同, 就是这个地方, 我待了之后, 我呢, 是可以保证到, 那个女心, 是在那个口罩的外面, 用家呢, 是看到女心的, 当我看到这个女心的话, 用家照照镜, 就会怎样做呢? 他就保证到, 我现在呢, 原来的女心呢, 已经是铺满了整个口罩了, 那再当我戴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保证, 我的女心呢, 就是, 全面, 但是, 这个口罩, 仰衰衰的, 哎呀, 有两只角, 这么厉害, 我现在当我这个, 先当我这个, 好了, 现在我的口罩呢, 其实已经成功了, 戴了, 但是, 我这个口罩呢, 这个情况, 和我们普通的设定模式, 都有缺点的, 我说话的时候呢, 有可能的鼻会流气, 旁边会流气, 左右会流气, 所以我们的口罩呢, 未完美,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设计另一样东西, 要将口罩的绳子, 是搞到这样, 就是搞到这个东西, 和这些角, 这些角, 你别管, 这些角, 就是搞到这样, 就是, 很复杂, 那我们现在的口罩呢, 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呢, 就是它有两个方法绑的, 一个就是扣住耳朵, 和我们普通的设定模式, 另一个就是绑绳, 绑绳的部分呢, 我现在打裂了, 当我如果不打裂的时候, 那这条绳部分呢, 是散光了, 那我绑绑的时候, 有一些难题的, 那我绑上了耳朵, 之后呢, 我再绑呢, 那我两只脑在后边绑, 很能 STAR, 因为我绑的过程里, 我要打裂的, 我要打裂, 那我要打裂的时候呢, 由于我的设计呢, 那条打裂是一个toun Trust, 这是这个tunnel来的, 我一直拉, 一复睳, 好, 那她拉了出来了, 那跑了出来了立的。 我当时问那个设计师 我问为什么这样 我问为什么不是黏着的 他说得很对 因为设计师有自己的表格 我很欣赏 他说因为怕老人家 如果打了烈的话 他有机会拿到自己 如果有老人家不开心 拿来拿到自己 我说这个很合理 我说明白 我说不过我也是想这样 然后他就不明白为什么 其实我们的pest conference是21号 在20号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连那个记招之前的PR都说 你什么都说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说你没有看最重要的人 我就有两个最重要的 你不知道 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绑星的方法 我在20号的时候 我示范了 我放了一段视频 给他们私人看 接着我到21号 我才分享出来 在YouTube 我说看着 我现在戴了口罩 我只要看着 按治理 我一直打了 看着你 你还看得到神奇的表发出去 在那里拉 你会看到越来越紧了 越来越紧了 我越紧了 我的伤极越来越密 现在这样说到这个阶段 我实际不同 如果我打了一个脸梁 我這個口罩其實可以推進N90 為什麼呢?因為緊密到已經不是原本 我們Curgical Master的橡筋供應到那種質素 而是much more than that 我再按這個位置 雖然你說很噁心 但是它是保護著用家的層面 你記不記得這些位置嗎? 記不記得這些位置嗎? 還有Designer Factor 我臉尖了 那你如果在上面有些icon 或者是一些公仔 這是一個Fashion Designer都滿意了 因為覺得這個人有些料到 這個醫護都說很順利 外國人士都說原來很貼面 好了,未解決是什麼呢? 中間這個東西 那我們的concept叫DIY DIY的原意是什麼呢? 當全球人類都沒有口罩 因為它沒有中間那層和上下那層工業 如果是正常人 有口罩 DIY的原素就是 這堆東西你用普通布做 中間的繩什麼繩都可以 中間的橡筋什麼橡都可以 中間的鐵線什麼鐵線都可以 你要漂亮一點就買貴一點 硬一點 便宜一點的 隨便一條包裝用鐵線 把鐵線放進去都可以 這個中間的淚心 就是最重要的 在我們PASS Conference那天早上 我才跟PR說 我們還有一個因素 但是PASS Conference 我們沒有辦法在PASS Conference前給你 然後他說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秘密 太早是不可以應該知道的 就是一個表 是不同的淚心的有效程度 超乎你想像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我們正常的N95 是當95%的話 一張普通的廚房紙已經是N70 這一點是得到香港大學 認證過 因為他們做的DIY口罩 都是用紙巾 這個不是我機缸吹水的 是他們都用的 不過他們做不到我的效果 因為他們就用釘死機釘 用掌筋貼紋的臉 漏氣漏到爽 但我那個呢 是很實用的 如果你有紙巾T字頭的牌子 或者這些廚房紙巾是V字頭的牌子 其實基本上已經做到 如果一張是70 如果紙巾T字頭牌子是2張 如果紙巾T字頭是70 那就完全符合了 如果紙巾T字頭 沒有任何的材料做口罩 沒有任何口罩的東西 沒有都賣 那就是DR1 那我們呢 還有一個因素 要令它流行 就是一早就說的 我說所有參與這個項目的 一定要認同這個概念 才可以再下去 就是這些東西要被人公開下載 然後有人又不明白了 為什麼不可以賺錢 我說不可以這樣賺 我說現在是斗命 我說要所有人有 你賺了錢他沒有 你開放了反權 你任他們用 他可以立即改良 我說這個不行 找其他資助者 他們會想辦法想 因為你不用錢 不用怕侵犯你反應 我說一定要開放 我說不理你做不同意 我一定要開放 所以我說了 是不收錢的 你們要怎樣做就行 這樣就流行 什麼都行 總之你隨便拿到一些 迷你的DIY圖 最重要是你的心 Filtr favor Filtr你用普通的字 已經可以有N70效能 那你不用再怕沒有 因為我不是每次都要去高危地方 譬如我搭交通工具 我覺得很多人很高 我就怕 我搭個雙子 我只是在外面買一個送的 我去兩個小時回來 我買完的送 我的口罩就扔了 那你不如扔一張紙吧 環保一點 這就是我的概念 這就是一個 我很招職地說 我有科學的知識 加上我自己是很環保的 我是要求很環保的 再加上我做事很快 再加上有一班人相信我 所以我就可以在七天做這個出來 我是讀科學的 我講的事情 就算世衛講 由其他醫生講 我只是代表我自己講 我自己個人沒有樂觀 我覺得死亡是沒有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病毒的外殼 其實是一層脂肪包住 裡面的遺傳物質 那層脂肪 以往的知識告訴我們 其實30度左右會軟了 軟了 就這樣保護不到裡面的東西 當然你說不是啊 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有啊 新加坡也有啊 是啊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他們會有嗎 他們染病那些全都在冷氣房裡染的 在外面是沒有的 你在外面的時候 你告訴我為什麼病毒會生存到 你外面的溫度高了 你牛油也會軟化 你的病毒的外殼會不軟 它不會進化得像細菌一樣 它不可以像細菌一樣堅強的 病毒更差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 就說它溫度高了 就收工 那溫室下應加劇了 其實這次是一個好事 因為春天會快一點 就變成夏天 我個人覺得 只要一熱了 在戶外傳播的機會就少 這個我看法 當然你未必同意一世 也未必同意 但我的科學 不會因為其他人說 那些不太科學的東西而改 即是你告訴我 你說 我談到40度 30度就軟 你找一些證據 來跟我相反 告訴我 不是呀 它50度也未軟 你告訴我 那我就相信你 否則我的知識說 它30度就會渴臨了 會保存不到裡面的位置 那我就仍然相信 這個東西 在科學上 即是你找些東西來插回我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我的知識 你都明必講到它錯的過程 那你怎麼可以否定我 所以我很多醫生的朋友跟我講 說 你很武斷 我說我不是醫生 所以我真敢講 我用科學的角度來講 你告訴我 它是不是30度就軟 如果你說不是 你給我證據 其實你全部都是 真的 所以我覺得 特內的傳播 都會有 但是在戶外 超過30度 應該沒有 其實那口罩 我自己覺得 其實很英俊 戴了之後 很簡單 你不用其他 你看我的Facebook 我戴了之後 我戴了之後 我臉瘦了很多 真的 我之前肥的 現在戴了之後 我臉瘦了 又瘦又瘦 如果你做了一個時裝 其實又時裝得來 令到個人都健康了 日本人是最需要搞到的 因為日本人 如果不是花分季節 他們不敢戴口罩 因為他們覺得戴口罩 代表你是病人 所以日本才傳播得這麼快 日本人的抗疫意識 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就傳播得這麼快 香港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的人 可能是容易接受 權威的人說話 譬如我跟他說 我跟大部分人說 我自己都戴口罩 其實每個人都怕 抗SIR都怕我 我當然怕 這些病毒是全新的 全新的一種病毒 其實身體沒有抗體 沒有抗體 就會導致病毒 入侵了我們身體 我們連打仗的能力都沒有 因為我們一些類似的抗體都沒有 所以我們不會發燒 發燒就是在打仗的時候 需要發燒去抵抗外界的病毒 但病毒由頭到我們身體類似的機制 去抵抗我們一邊都沒有 中海鎮鎮鎮就立即感染 我們要立即傳染給人 這就是病毒的病毒 但我們不用怕 你戴了口罩 你不要觸眼觸鼻 很帥 非常有難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第一次被人攻擊 我們那個網站和我們 製造的那些 其實我不覺得那些東西 侵犯任何人的利益 公開的紙樣都被人攻擊 我們放Google Drive 幾分鐘 或者十幾分鐘 放Google Drive 那個 file 已經被人投訴 就用不到 後來得到蘋果幫手就沒問題了 我放了蘋果傷掛就攻擊不了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做呢 其實阻礙不了我們很多 可能他有些口罩在手上 或者他需要賣 我覺得其實對我們好事 因為他被我們警惕了 還有我們會很快收拾我們那個 如果這麼容易被人攻擊的 沒所謂的 更加出名的 我將KCON的口罩做到完美在 這些無所謂 你說完美在 如果你是以救人的角度 沒問題 但如果你有底位的角度就不太好 例如說KCON這個不可以的 我這個可以的 這樣就不好了 因為這樣就以我覺得你想用的 你可以說我們來自KCON的靈感 我們熟悉了我們自己的 version 這樣就沒問題的 我覺得你不要拿我來賺錢 我的名字又不是這樣用來賺自己 如果讓你賺錢 不如我自己賺 我不賺因為我想快點幫人 我覺得你沒有需要用來賺錢 幫我們幫人 我經常強調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們會否同意 我經常同意的 就是任何一個逆境 一定同時是一個純境 一個有缺點的東西 也一定同時有優點的東西 一個有優點的東西 一定同時有缺點的東西 最簡單 我們現在每個人出街戴了口罩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環境 每個人戴口罩 那有沒有一些東西是好好的呢 其實是有的 其實今季的流感應該死少了很多人 因為每個人戴了 每個人的防疫意識高了 所以我覺得 不要覺得是壞 你可能說不是的 這個新冠病毒死了幾多人 但可能流感又死少了很多人 就是你要這樣看 不是想像是一個悲觀 但最重要的是 不理香港人有多少 在任何逆境之下 放棄都不是一個惡心 即是那場仗一定要打 不管是多惡劣 都要打 因為全球的人都有 都要打 我又不相信全球的人的力量 不可以在很短期裏 找到一個疫苗出來 不是那麼難 最重要的是 你有動力去做